和一个小妾轻轻热热地叫名字 和我上了这么多天的课 也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 加上 你看一下这一题 如果用这个计算方式的话 就可以销售很多步骤 这样就可以省弃很多 不必要的一个计算过程 然后呢 你再试着把这个看一下 是不是会放弃很多 世青姐姐 还在上课呢 稍等我一下 这边快了 少爷 看一下刚刚我给你讲的 这个计算方式 懂了吗 没懂 我再给你仔细讲一下 就是用A来代入这个公式 这样两边的数值 就可以相互消除 之后直接进行换算 少去了中间三步 这样讲懂了吗 还是不懂 先生 前面的我好像也忘了 今天时间不早了 下课吧 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 明天我再给你仔细讲 先生 你不是说过 有问题就要当场问 不要带着疑问过夜吗 我不是也说过 知识就像海洋一样 没有学完的那一日 先生着什么急 就是想见门外那个女人 先生是太太前来教我们兄妹的 可没有把那个女人算在里面 海景先生不要本末倒置 耽搁了正经工作 大少爷请放心 我不会玩乎指手的 我只是同情少庆罢了 和一个小妾轻轻热热地叫名字 和我上了这么多天的课 也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 家相 明天我大哥的传底案 我想请一天假 去接他 好 我知道了 请假就请假嘛 干嘛突然叫我名字 就算叫我名字 我也不会开心 这天怎么这么舍 我能不能够 我能够 知道吗 没事 冒筒